网上还出现了第三方的证明 微博名为时钟美食的博主 疑似是打人者刘青毅的妻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账号也一直在发生 并于今年的6月28日 发表了一篇博文 证实刘青毅是于6月30日 被以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刑事拘留的 而该博主还提到了 400万赔偿金的言论 根据时钟美食的说法 叶家父亲当时是辱骂 拿酒瓶子打人 碾得人无处躲藏 在刘家人报警之后 叶红青开始逃跑 跑的时候人是好好的 并且叶红青是在被打后的 第9天才去世的 可是根据他几个女儿的说法是 他当晚是被人送回来的 第4点 根据时钟美食的说法是 叶红青在当地是横行霸道 欺负过很多家庭 连自己的亲爹亲妈都敢打 并且他还爆料说 这样的人在计划生育的状态下 能够生8个孩子 村里人乡里人都没有人敢招惹他 这个时钟美食的账号还爆料说 事件发生之后 叶家人来跟他们谈条件 想要400万的赔偿金 不过刘家兄弟是靠别人收麦子 给别人在地里干活赚钱的 他们哪有这400万呢 所以说在这个时钟美食的看来 是由于赔偿金没有谈好 所以才引发了一系列叶家人 在网上的发声 关于叶婷的父亲 叶红青的离世 我们身表同情 死者为大 但是弱者就一定值得同情吗 由于事件的整个发展情况 没有任何一家专业的权威媒体 走入当地去调查事件发展的警察 受害者家属 还有打人家庭 这三个方面 所以很多信息都是支离破碎的 现在传出来的信息是说 故事很快就要反转了 那么今天主要跟大家 从五个方面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叶家的女儿接连出现 有网友说 这事要不是叶家 放到别家还真办不了 谁家有这么多的孩子呀 首先进入大众视野的是 手持身份证 眼含泪水的叶冰燕 今年19岁 其次是叶婷 22岁 再次是寻找叶婷的三姐 叶双灵 还有就是最近身材比较发福的二姐 叶环环 现在如果我说 叶家人自己的说法 都是前后矛盾的 你会相信吗 在此之前 我也带着深深的同情去看待这一事件 而且还做出了两集视频 并且发出了很多质疑 直到今天更多的信息发出来之后 我才发现自己是被所谓的弱者 给误导了 绑架了 首先第一点 关于叶冰燕的父亲叶红青的案件 详细经过官方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通报 重点主要是看两个细节 2021年7月12日21点20分 自称是死者女儿的微博账号 叶叶叶子513发布了一篇博文 其中明确提到晚上10点钟左右 侯堂村人与包地人发生了口角 他的父亲叶红青是说客 被侯堂村的四个人推散 叶红青则是反抗 最后被侯堂村的三个人痛下毒手 主要依据是根据包地人所说的 并且在文章当中还提到了铁棍 拉来了一面包车人一起凹打叶红青 2021年7月13日 齐县公安局发布了情况通报 原因是有网络反应 大概率也就是上面说的这篇博文 在通报中提到三人为包地公 徐某利的故宫 叶红青作为陪客 双方引起了死打 叶红青回到家的时间是晚上23点 警方在次日凌晨2点36分接警 并且在当天晚上就将刘青义和刘德健抓获 采取刑事拘留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抓人速度可以说是很快 因为如果有人包庇的话 那么当天晚上能够这么快的将刘氏三人当中的两人给马上就抓走吗 涉嫌故意伤害致死 目前已经由开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也就意味着该案很可能是会被判处 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 第二点 叶婷为什么会被带走 根据官方通报 叶婷被带走调查的原因是发表不实言论 那么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首先是在他的账号当中发布了 我爸被暴徒群殴活活打死一年有余 我该怎么办 这篇文章是在12月5日叶冰燕实名举报的视频原文 对比一年前叶叶叶子513发布的博文 可以看出有一些明显的改变 比如说将司打反抗 说成的是殴打大打出手 而打架的时间也由晚上的10点改为20点 将死亡时间是7月7日给隐藏掉了 并且一口咬定刘晴燕参与其中 还用了有家不能回农民年幼 没有文化家里没有当官的等弱势群体的词汇 这还没完 在另一份夜庭于2022年8月29日发布的 落款为叶冰燕的长达4页9点的举报信当中 又指出警方没有将凶器调查清楚 涉嫌故意杀人 村支书侯某等也参与到整个打架事件当中 并且从他晒出的证据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 死亡的原因被注明是被别人殴打踢宁咬或者是咬伤 因此也有网友推断说 这种死亡推断书是保密的信息 一般的家属是不可能拿到的 所以就有人怀疑说 叶家难道真的是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 家里真的是没有人 没有文化 没有当官的吗 并且有人提出怀疑说 他们是不是已经知道法院的审理 跟自己的预期不一样 所以才会在网络上发声 乃至影响量刑和赔偿 而叶婷被带走 显然是因为他在抖音账号上发布了大量疑似于警方侦查 不相符合的不识信息 那么现在网络上出现的叶家人究竟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误导大众呢 首先叶家人的第一波操作 网传的两篇举报信文章从内容和落款来看 分别是写于7月7日8月29日 12月5日叶冰宴实名举报的视频开始在网络上疯狂传播 据此推断是叶家人在相关的举报文书没有被受理的情况下 所以才采取了网络举报的方式 想要引起舆论的关注 要知道叶红青的案件已经进入了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 有人说这样的审理速度其实已经不是特别慢的了 只是还没有宣判 但是具体的案件细节 按理说家属是无法掌握的 叶家人能够掌握的信息就是刘青岩 还有村周书肯定没有被拘留或者是积压 这就与他们的诉求出现了矛盾 于是在案件还没有开庭审理之前 他们想要借助舆论对整个情况进行施压 叶家人的第二波操作是12月6号左右 也就是叶婷发布叶冰宴实名视频 备受关注之时 疑似叶家人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 这则寻人启事呢 一枚照片 暗媚体貌特征 文中说被期限的七八名男子夺走手机 强行带走 大家看到后的第一反应 肯定都是想到说举报人疑似遭到了黑恶势力的反扑 所以就开始同情心泛滥 在6日到7日的整整一天时间当中 大家都以为举报人叶冰宴失联了 大家再次加重了有黑恶势力存在的质疑 直到7号晚上根据酒派新闻的报道说 叶婷在公安局 那么叶家人的第三波操作是叶婷被带走之后 叶家人到底知不知道他是被谁 因为什么原因被带走的呢 因为按照相关的要求 对于犯罪嫌疑人实施传唤 居传一般不超过12个小时 最长不超过24小时 而且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家属 在这里我们来重点看一下 一个名为叶冰宴本人的微博账号 以及疑似其亲属账号发布的微信截图 从叶冰宴本人的发文中 可以看到叶婷的同事首先联系了叶家人 而后叶婷通过陌生电话说了自己在派出所 而隔天他的三姐去了县新访办 没有能够见到叶婷 后面指出12月9日 这个日期应该是打错了 应该是12月8日 公安局联系要将叶婷送到监护人的手里 而在微信截图显示的时间是星期三16点22分 也就是10月7号星期三16点22分 从A老四的对话当中可以判断 这个名字就是叶婷 这说明叶婷在7号的时候已经可以用自己的手机与家人联系了 并且还有网上的这个照片 从照片的背景当中 我们严重怀疑他当时其实是在警察局的时候 还用一种得意洋洋的口气在跟家里联系 而联系叶冰宴的发文 叶家人应该也是在6日的当天就接到了叶婷在派出所的电话 我们不禁要问叶家人 既然是早早知道叶婷被警方带走了 相信也知道是因为发布不实视频被带走的 为什么叶家人一直不发文澄清呢 是不是故意隐藏对自己的不利信息 引导网友的无端揣测呢 叶家人的第四波操作 12月8日 旗线联合调查组发布官方通报 证实带走了叶婷婷 当晚呢 网上有人直播叶婷一家在大街上跪地喊冤的视频 并且迅速疯传 次日凌晨 叶冰宴本人叶叶叶子513分别发文 叙述整个事件的经过 在这里呢 又出现了出入 比如说叶冰宴本人的说法是 晚上8点左右联系的双方约定在他们订的宾馆 并需要自己母亲的签字 而叶叶叶子513的说法是 当天下午就接到了电话 通知家属被取保候审了 但两篇文章都是一口咬定 叶婷被迫签了保证协议 叶婷出现了精神异常 叶婷跪地哭诉 大喊大叫 闪耳光脱裤子等举动 是不是又让吃瓜群众刷了一波同情 再次加重了对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质疑呢 叶家人的第五波操作 12月8日左右 叶婷二姐 叶桓患又发布实名视频 对官方的回应提出了质疑 称其父还在殡仪馆 案情没有任何进展 并且再次强调 刘青言还是逍遥法外 接着他又阐述了另外一版叶婷被带走的经过 叶双龄应该是警方通报的叶某龄 中午接到了学校电话 说叶婷被几个人抓走了 家人联系不上 于是呢就在网上发布了寻人启示 后来得知在平顶山上学的叶婷 出现在了老家齐县派出所 接着前去寻找的叶双龄也被抓了 在叶婷签字的情况下 要求叶双龄删掉视频 而后叶双龄写保证书 但是叶双龄不愿意写 也不愿意签字 在夜间的时候 自由离开了派出所 叶婷则是至今没有放出 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时间 官方回应是在12月8日18点27分发出的 按照上面的两篇博文的说法 叶家人最迟接到去接叶婷的电话 应该是晚上20点左右 接到叶婷的时间应该是21点左右 那么请问叶婷二姐 叶环环的这个视频 是在什么时候录的呢 是官方通报18点18分 到晚上的他们接到电话 20点之前 这两个小时当中录制的吗 另外叶家人所称 取保候审是否属实呢 如果属实 那么按照规定就必须要履行 提供担保人或者缴纳保障金的手续 并且出具保证书 这反而倒是与叶家几个人的说法比较一致 那么也就意味着 叶婷已经被认定为是犯罪嫌疑人 下面将面临管制 拘役甚至是有其徒刑等刑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叶婷表现出精神失常 是不是就有点太凑巧了呢 很有可能 他是知道自己犯了罪 事情彻底完崩了 警方在这个时候敢公开调查 取保候审 并且官方还这个通报辟谣 如果没有一些真凭实据 那么这些警方可能也真的是在开玩笑吧 另外在有关本事件的讨论区 还有自称是叶家人同村的人叙述说 有什么可不信的 我告诉你事实 因为他爸原来就有病 而打架过去好几天了 病刚刚好就复发了 所以就要去讹人家的钱 刚开始协商人家给的价钱 他们嫌少 最后人家宁愿坐牢 最终他们一分钱也牢不到 所以只好装疯卖傻 装成弱势群体